一修就是美丽嘛 是吧 这个身材很好嘛 这词是个什么呢 词是具有女性美的 词的特点就是女性美 妖妙一修 这是形容女性的 那种特点的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能言诗之所不能言 诗不能言的他能言 尤其是那种很深 很细微的感情 很朦胧的感情 诗是不能言的他能言 但是不能禁言诗之所能言 就是说它的范围很窄 你要诗能够写出三例三别 能够反映民生疾苦 揭露社会黑暗 词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词的面没有诗宽 所以叫诗之紧阔 词之延长 这说得非常好 很经典 诗的境界是很开阔的 内容是很丰富的 但词呢 深长 这话是在人间词画里面的经典 第三 通俗性 古代的读书人都会写诗 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际工具 古代读书人不会写诗的是很少见的 诗写得好 不仅可以为自己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还可以博取公民和虔诚 比方说在唐代的时候 诗写得好 可以中尽诗 由于诗是可以用来博公民的 博虔诚的 至少是可以用来博民生的 是可以传之久远的 所以古人写诗的时候 态度都很认真 很郑重其诗 有时候甚至还有几分精词 宋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呢 叫陈诗道 每次写诗的时候 要还有老婆 就把孩子给我带出去 不要在家里 家里连一只猫一只狗都不允许 统统赶出去 他要写诗了 这太郑重其诗 诗就不一样了 诗是那些歌里面正在唱歌的时候 音乐也在伴奏的时候 那隔壁走的跟前说 某某某请你给你写一首词啊 他说好 跟我拿一只笔来 拿一张纸来就这么写了 好 交给你去唱了 他就没那么正规 所以诗因为是这样写作的态度 庄重甚至有些矜持 它本身呢也符合政教能力的精神 都很雅致 所以真正为文化水平不高的 平民百姓写诗的人 是很少的 说到这里 我们要想起白居易了 据说白居易写诗的时候 他写完了之后 问问老太太 念给他听懂不懂啊 说不懂 不懂 好 继续改 再问懂不懂啊 说懂了 好 懂 我就定稿 白居易作诗 老余能解 这老太太都能懂 其实这也是一种平民的立场 平民的立场 但是白居易这种诗风 在古代就不是众诗啊 过去人家评价白居易的时候 叫原清白俗 这个清呢 这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嘛 那俗也是这样嘛 这原清白俗是带贬义的 所以你说古代有真正有多少人 能为老百姓写作呢 为平民写作了很少 除非是平民自己的作品 那才是为平民写作的 词不一样 我刚才说了 诗是可以用来博公民 博虔诚的 词不一样 词能够博什么公民呢 能够博什么虔诚呢 能够博什么声誉啊 相反 词有时候还会坏了词人的名声 那刘勇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大家说刘勇 多数他是花花公子 他花什么呢 他根本就不花 他不过就是词写得多了一点 而且词的名气太大了一点 所以我们先讲的那个 后继的那个宰相叫何尼 人家为什么称他为曲子相公啊 那曲子相公你以为很好听吧 曲子相公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就是流行歌曲总理 他就怕这种名声 所以他在正式做宰相之前 要他周围的人到处收集 只要是我写的歌曲 通通货找回来 我要把它烧掉 但是你的作品你可以烧掉 你的名声能烧掉吗 你早就传出去了 所有人就期待人 外国人嘛 到中国来见何尼的时候 看哦 曲子相公来了 流行歌曲总理来了 对吧 词这个东西 他一般来讲 不会跟你博多大的名声 即使有名声 也是圈子类的 也就是词人和词的爱好者当中的 他的名声 没有诗人的名声那样高贵 和亲养 我刚才讲的是 刘勇这人 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他本来是个光幻人家的子弟 出身又很优越 才学也很好 但是因为填词太多 传播太广 又没有给上了社会 一个好印象 所以蹉跎半生 一直到五十多岁 才考中进士 这词 还有和你刚才已经讲过了 所以词人的名声 没有诗人的名声那样清雅 那样高贵 原因不在词人本身 而在词 他就通俗 因为他是为了歌女的演唱而创作的 而歌女的尤其是市井当中的歌女 他们是为了大众的艺术消费而演唱的 所以这就决定了 他是一种俗文学 一种不登道雅之堂的文学 一种小道 艳科或者伯迹 但是 由于他是一种不登道雅之堂的文学 所以词人填词 就不像诗人写诗那样子 没有那么郑重其事 没有那么精次 正是因为不那么郑重其事 不那么精次 反而容易出好作品 为什么呢 心态放松了 所以古人讲 怡然不屑所以由高 就是这个道理 请大家记住这八个字 怡然不屑所以由高 就有些事情 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 反而能够做好 就像你上台去演讲 你千万不要紧张说 哇 我今天要演讲不好 不是把我们人文学院的 把我们中文系的牌子 砸了吗 你就紧张啊 紧张你的手就颤抖啊 你声音就颤抖啊 你就演讲不好嘛 你不要管那么多 你说反正上来说 反正我不管那么多 我凭我的感觉 我凭我的感觉 你叫我去演讲 我喜欢 那就行了 这叫怡然不屑 怡然不屑 所以由高 宋代的一些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些人里边像是 陆游这个人啊 他从来都是亲事词的 他认为诗笔词要高贵 他偶尔写些词啊 他写得特好 你看 拆头缝 对吧 不善子永眉 写得多好啊 这就叫 怡然不屑 所以由高 你不把它当回事 你反而还能做得好 你越把他当回事 你反而还做不好 是吧 你看那个王妃啊 大家熟悉那个演员 是吧 你前些人 太重视了 因为他这个人的歧视 都是一个过了气的演员 是吧 一个已经过气了 一个过气了 还不甘心 还要出来唱 所以他特别郑重歧视 所以反而还唱不好 是吧 要么就搞点假唱啊 要么前几天 还把个台还搞塌了 是吧 所以什么 他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了 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你们看那些 那些很多浮出的歌星呢 都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叫杨玉莹呢 这浮出 为什么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 谁给他们教这个道理呢 谁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呢 只有你们才有这种机会 听到的这疑然不屑 所以我告诉 我跟你讲 我教给你们的八字征担 就是宜然不屑 所以无高 做任何事都是这样 你越是把它 它也当回事 你越做不好 你放松心态 就做好了 知道了吗 浮出也是这样子吗 浮出就浮出 观众喜欢我 我就唱 不喜欢我拉倒 他问题是他们不甘心 他不甘心就此而吸引 我往我出来的时候 你看浮出的一个都不成功 不懂这个艺术的辩证法 是吧 你说宋代人的词比宋代人的诗要写得好 所以大家公认地 宋词比宋诗好 那宋代的人 他们主要的经历 他是用来写诗的 他一写诗就精词 他写词不过是玩一玩 玩一玩反而可以玩得很好 你看他陈世道一写诗的时候 叫他的老婆把孩子 统统都要带出去 家里面猫也狗 都要赶出去 你自愈嘛 你不就是写个诗嘛 你搞得全家都不得安宁 那你陈世道的诗又如何了 好诗不多嘛 写诗到了那个份上怎么行呢 你看人家李白 写诗多么放松啊 先喝酒 酒喝好了 好 李白一饮诗百篇 这就是宜然不屑 所有邮高 那么南宋词堂 后来也出现人 里面江葵吴文英 这些人他们写词就这样子 他们要服雅 本来词是个通俗的东西 他要服雅 他要提高词的地位 提到什么程度呢 提到和诗平等的地位 他为了提高词的地位 他就刻意地把词往诗上面靠 他写诗像 他像写诗一样的写词 非常矜持 非常郑重其事 雕琢自具 卖弄典故 网高雅 网深层 最后的结果呢 词越来越雅化 越来越文人化 越来越脱离平民 词就因此而衰落了 所以后来人们称他们这些人叫词匠 这哪是词人呢 词匠 是吧 第四个特点 阴柔美 阴柔美是和阳刚美相对而言的 我们知道诗里面不缺乏阴柔美的作品 但主要的审美形态还是阳刚 诗经 楚词 汉卫乐辅 唐诗 等等 都是这样 主要的风格还是阳刚 只有南朝乐辅和陈良的弓体诗算是例外 所以有人讲唐宋词的源头的时候 就把他的源头追溯到南朝乐辅中的吴歌 西曲和弓体诗 虽然他们的音乐系统不一样 但是在审美形态上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所以前人讲词以婉约为重 词之为体 妖妙一修 就是讲他的阴柔美 他的阴柔美 也就是他的女性美 那么阴柔美是怎么形成的呢 一是由于词的演唱 多是用女声 这点很重要 词里面没有男声的 有一次书士问他的幕僚 说我的词和刘勇的词相比的话 是怎么回事 我的词能够和刘勇的词比吗 他的幕僚说 说刘勇的词需要十七八岁的女孩 执红牙拍板 唱杨柳暗小风禅乐 所以你的词呢 要关系大汉 拿铜琵琶铁照板 唱大江东去 你一个关系大汉来唱词 那还叫词吗 词里面没有男声唱法的 不像我们现在听的音乐 有那么多的男人上去唱啊 宋人很讲究 男人你唱什么歌你 你搞点的舞台服务就可以了 是吧 因为他不美吗 所以男声唱法呢 在唐代还有的 我们看唐诗里面 在唐代还有男声 宋代基本上没有男声的 都是女声 这是一个特点 他是女声唱的 他就要适应女声唱的特点 是吧 你像你苏东坡人这种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那样豪迈的那种作品 你叫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在上面去唱的效果 会是怎么样呢 就是滑稽 是吧 不行你试试看 等会你们十七八岁的女孩 你们去豪方试试看看 是吧 在座的还有很多 十七八岁的女孩 你去把熟试里大江东去 你就像杨红基 唱滚滚东流水那样子 你去唱看看 你看叫不叫滑稽 是吧 所以还要考虑到女声唱的特点 第二呢 这个唱词的环境在哪里呢 歌演舞席 它不是正儿八经的场所 它是唱歌跳舞的地方 歌厅 卡拉奥可以听 这种地方 第三呢 做词的作者 都是南方人 词的作者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南方人 这南方人的气质 它影响了词的气质吗 还有一部分人 虽然不是南方人 但是他有南方生活经历 像温婷云 他叫南方生活经历 第四呢 词的情感 都是男女恋情 刚才我们讲的 第五呢 词的形象 都是纤细秀美 第六 词的语言 都是香艳齐厉 第七 词的风格 都唯网含蓄 无一不促成 他的女性美 虽然后来出现了 风格豪放的词 在审美形态上 偏欲养刚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豪放词在数量上 既不占优势 在风格上 也不占主体 书是两三百首词 真正的豪放词 还不到十五首 多数的作品都不豪放 而且书是仅仅是那么 棘手豪放词 还备受争议 比方说书门弟子 秦少游 那样崇拜书是 但是就不学书是做词 他认为那哪叫词啊 那词哪是那样写的 关系大汉 拿个铜琵琶铁罩版 那唱什么词啊 所以说 豪放词在数量上 不占主体 在风格上 也不占主体 词人们追求的 对阳刚美的追求 它是有节制的 他主张刚柔相继 刚见航俄罗 见笔血柔情 你真正一味的粗豪 一味叫嚣的作品 是不受欢迎的 比方说像田间的诗 如果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会砍下我们的头楼 挂在码头上 看 这就是奴隶 这种东西能唱吗 这是粗豪 还有郭某柔的作品 祖国啊 我要燃烧 哎呀 我要死了 这能唱吗 这是诗吗 粗豪的东西 粗豪的东西 第五个问题 唐宋慈的兴起与繁荣的原因 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一下子 唐宋慈的兴起与繁荣原因很多 但是有这样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城市经济的繁荣 唐宋慈是一种音乐文学 他配的音乐是一种艳乐 艳乐是当时的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的产生和流行 离不开繁荣的城市经济 因为城市经济繁荣之后 就使得城市人口就众多嘛 城市人口众多 就使得城市的文化方面的消费 需求就旺盛嘛 那流行音乐的产生和流行 就适应了广大城市人口的文化需要 唐代的艳乐 最初就是在长安 洛阳等大城市流行 唐代的池最初也是在这些大城市产生的 这是一个例子吧 再看唐代灭亡之后 国家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动乱 那个时候有所谓的五代十国 那么五代十国当中 只有长江流域的两个小国家 一个鼠 一个南唐 它的经济条件最好 那么鼠的成都 南唐的经营 一个长江头 一个长江尾 就成为最繁华的两个城市 成为艳乐最流行的两个城市 也成为两个池的创作中心 我们讲花间池和南唐池 不就是出现在这两个国家吗 如果它的城市经济不繁荣的话 就不可能有南唐池和西索池 北宋开国之后的前三十年呢 池台也是比较寂寞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经过长期的破坏 它需要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三十年以后 北宋的首都东京 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这些大城市才开始繁荣起来 东京后来成为全世界 最繁华的大都市 于是艳乐又流行起来 池台又开始繁荣起来了 到了南唐池最繁荣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杭州 当时的杭州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所以池的繁荣跟池 这个城市的繁荣跟池的形成 关系密切 第二 割技制的发达 割技制 中国的割技在周代就有了 但是割技制的发达是在唐代 在隋唐 割技制的发达 也是与城市经济的繁荣 有密切关系的 道理很简单 哪里的经济发达 割技就往哪里跑 是吧 你说中国的美女现在主要到哪里去了 深圳和上海吗 过去是在哪里啊 扬州 金陵 是吧 很简单 哪里的经济发达 哪里的有钱人多 割技就往哪里流动 我记得前几年我在广西的时候 有个朋友啊 他说 曾老师我带你去八马县 因为八马是长寿之乡嘛 那八马人呢 是寿命很长的 在车上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呢 不仅长寿 我们这里女孩子都很美 非常美 好 到了之后 我们在街上站 我说怎么没看见一个美女啊 他说都到深圳打工去了 春节就会回来了 春节就会回来了 这说明什么道理呢 你的经济哪里 经济发达的美女就往哪里跑嘛 是吧 那割技也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唐五代两从时期的 长安 洛阳 扬州 成都 金陵 杭州等大城市 最繁荣 所以这些城市的割技也最多 是吧 而且宋代统治者 他们是鼓励消费的 鼓励享受 他当时不是玩了一个 城桥兵变吗 他玩一个城桥兵变 轻轻松松地就把正拳 黄拳 从人家孤儿寡母的手上 就忽悠过来了 他忽悠过来到他内心里是空虚的 因为你这种搞法不光明嘛 不光明磊落嘛 你都无疑于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嘛 是吧 你有本身的男人 不是靠这个 要靠金戈铁马 打下来的天下 那才光荣 那怎么办呢 内心的空虚啊 怕他的部下今后也要像他一样 演出一个城桥兵变呢 所以他就跟他部下 就不是来的第二出戏吗 叫杯酒石兵权嘛 大家很知道这个故事 那杯酒石兵权就是讲条件的 就说你们把兵权交出来 你们交出来之后 我就鼓励你们到下面去做地方官 做文官 你们不要做武官的 不要带兵的 就多去搞钱 多去圈地 这样留个子生 然后多买各五旅以中天连 这就是赵邝印的原话 他说多吉金戈塞 以为子孙各五旅以中天连 如果你们不相信 我跟你们结成儿女亲家 我们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你们还什么不放心的 条件是只要你们把兵权交出来 所以他是作为条件来讲 那士大夫为了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 到第二天通通都不上班了 把兵权交出来了 到下面去当资州 当赤石 到下面去做官去了 不掌兵权了 而且就干什么呢 买田 自地 买戈尔无女 享受 所以宋朝书为什么是个享受的时代呢 他与统治者的提倡是有关系的 统治者为什么提倡享受呢 就是说 随便你们怎么享受都可以 你只要不亏斥我这个政权 你不亏斥我这个政权 你不造反 你不搞这个像我一样的 跟我复制一个城桥兵变 是吧 所以这些享受啊 你看啊 五品以上的士大夫啊 就有条件购买和续养割迹了 士大夫家里的割迹叫什么呢 叫家纪 官府的割迹叫官纪 社会上的割迹叫私纪 割迹当中呢 又有割迹 舞迹 乐迹 所以这个割迹啊 这个成分呢 很复杂 体质很完备 是吧 家纪就是士大夫自己花钱买的 或者是朋友之间赠送的嘛 那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嘛 官纪就是官方的文艺工作者嘛 广州歌舞坛 广州话剧坛 这些在古代都叫割迹 他拿官方的工资 是吧 社会上的那些自己开卡拉OK的 开业总会的 叫什么呢 自己营业 所以这些人他们既是流行歌曲的传播者 也是流行歌曲的催生者 唐宋词人的许多词 就是为了他们的演唱而创作的 我可以这样说 没有歌迹就没有唐宋词 绝对的 没有歌迹怎么会有唐宋词呢 谁为你创作呢 创作的时候谁来传播呢 是吧 所以他们的地位很重要 第三 帝王的提倡 帝王的提倡 我们知道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中国为什么是一个诗的国度呢 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帝王当中 会写诗的人很多 因为他们会写诗 所以他们就提倡诗啊 他不会写诗 他会提倡诗吗 是不是 所以诗写得好就可以做官 于是写诗的人就很多了 于是中国就成了一个诗的国度了 如果帝王不会写诗的话 会成为诗的国度吗 你说帝王会写诗 你看刘邦这有点 好多人说刘向原来不读书啊 他书读的不多 但是悟性高 他一写就是民主 秦始皇也能写 是吧 然后呢汉武帝也会写 唐太宗 唐玄宗 宋徽宗 是吧 多得很 图书馆里有本书叫 中国历代帝王思选 中国历代帝王思选 会写诗 数字好 中国古代的皇帝 多数文化数字都很好 所以才成为诗的国度嘛 皇帝不写诗 诗就要完蛋 这是一个规律 皇帝不懂诗 诗就要完蛋 词也是这样子的 他有来于帝王的提倡 你看啊 唐代会写词的帝王有哪几个人啊 唐玄宗里农 唐玄宗里城 唐昭宗里夜 一个圣唐 一个中唐 一个晚唐 代表三个时代 那么五代时期会写词的帝王就是谁呢 后唐的庄宗里婿 前属后祖王妍 后属的后祖孟长 南唐宗祖李景 南唐后祖李玉 宋代会写词的皇帝也不少 你看宋仁宗造真 宋徽宗造节 宋清宗造横 宋高宗造构 宋孝宗造圣 而词最繁荣的时期 恰好就在宋仁宗 宋徽宗 宋清宗 宋高宗 宋孝宗时期 最繁荣的时期的皇帝就会写词 很重要的 他要是反对写词 他跟你下一个红头文件 禁止写词 那就完蛋了 是吧 第四 文体的新变 我们刚才讲的是外部原因 城市经济的繁荣 各气质的发达 以及皇帝的提倡 这都是外部原因 另外还有一点 也是很重要一点 文体自身的原因 文体它要变心了 它要变革了 你看王国伟在《人间词话》里面讲 他说 四言必而有处词 处词必而有五言 五言必而有七言 古诗必而有立诀 立诀必而有词 诗言 就是诗经的诗言 它凋毙了之后就有处词 处词凋毙了就有五言 就是汉代的五言 那五言凋毙了就有七言诗 古诗凋毙了就有立诗 立诗凋毙了就有词 他说 该文体通行既久 燃止谁多 自成习套 豪杰之事 一难于其中 自出心意 故顿日作大体 以自解脱 一种文体通行了太久之后 燃止的人就很多 燃止的人多了 就成为很多的习套 你比方说 像古典诗词 它还有前景吗 还有发展前景吗 没有了 虽然我们有时候偶尔写点诗 写点词 那不过是晚一晚而已 从来没有指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好的诗人 或者好的词人 甚至因此而得到什么名誉和地位 从来没想过 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研究诗 研究诗词 讲授诗词 所以写一点诗词 如此而已 于是领会一下古人的用心 编于自己更好的讲解作品 如此而已 从来没有想到要成为著名诗人 当然这个社会不是没有 还有人 他们还在那里发梦呢 我从来不发这种梦 因为我知道 文体通行既久 燃止谁多 自成习套 豪杰之事 亦难于其中自出心意 即便是豪杰之事 你很难自出心意 怎么办呢 顿而坐他的 以致解脱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他要繁荣肯定不是诗词 我从前曾经听人讲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如果要繁荣只有两种 一种是段子 一种是小品 段子被扼杀了 现在出现什么红段子 这不见鬼吗 段子本身就是黄一点的嘛 什么叫段子呢 它就是笑话嘛 红色的怎么叫段子呢 你们看看那个校府 校林 冯末隆编的作品 它都带点黄 因为这个心这个东西 它是人人关系的问题 它讲什么东西 它带一点点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嘛 你会把这特点扼杀它 你去搞红担子 你请问现在有哪一个红担子是流行的 你找一个流行的红担子 你找得出来吗 你找一个红担子流行的 我听听看看 违背艺术规律嘛 当然这话还不是我讲的是王蒙啊 王蒙在这个凤凰卫视接受采访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如果有可能成为一代之文学的 只有两个 一个是段子 一个是小品 这小品它这个中央电视台里 那要封杀人家 照本山不是把人家封杀了 不让人家上中央台吗 你不让它上 你这段子就完蛋了 对不对 那它就是有点熟的嘛 你不让它熟怎么行呢 那你还想指望这个中国的古典的诗词 能够在这个时代繁荣啊 那不可能的 所以豪杰知识怎么办呢 顿着做他体以致解脱 一切文体所以始圣终衰者 皆由于此 为什么文体始圣终衰呢 那就是因为染子多 是吧 说故为文学厚不如前 愚未感性 但就一体而论 这此说故无一意 我对这段话是很推崇 很推崇 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 你看唐世道的圣堂 就达到顶圣 顶圣过后是什么呢 就是下坡漏嘛 就像一个人爬山 你爬到顶点了 你这下一步怎么走呢 你不就走下三楼嘛 所以通常情况下 我们不要说高峰 也不要说顶圣 一到顶圣 马上就下坡漏 白日一中天 节奏就开始西夏 是吧 所以唐世顶圣之后 就到了下坡漏 到了晚唐的时候 一切好事都做完了 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讲 一切好事到唐代 都已经做完了 静体式这种诗就开始衰退 于是就有了创新精神的诗人们 在豪杰之士 他们就追求新变 恰好这个首艳乐的演唱 需要词的配合 于是词就应运而生 说到这里 我还提个观点 我跟他这个也不是推销我的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 我的书是人家付稿费的 人家早就付给我了 我没有都推销的义务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看我的书呢 不仅仅是有倾向感 我研究词这么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快三十年了 我就怕你们到街上 到书店里全面去 随随便去买一本那种词来读 它那边有很多错误的 我们做的是很认真的 你要愿意读一心 你不读也可以 你不读 反正过段时间 他们剪辑好了 你就到那个超新学术视频了 你现在点击超新学术视频 还看不到我讲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别的一些人讲的 一些课都挺好的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还讲个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的繁荣 我寄希望于什么呢 我寄希望于诗人和词人的结合 所以我最近出了一本书 快要出版了 叫古今流行歌曲研究 我把古代的流行歌曲 跟古今流行歌曲 我放在一本书里面出版 我是个什么愿望呢 就是希望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要和音乐相结合 你看啊 唐宋慈是怎么繁荣的 不就是因为诗人和音乐家的结合吗 唐宋慈最初的时候 他也写的 他也很粗糙 里面东皇曲子词里面有些作品 他也很粗糙 很幼稚 水平不高 后来就是文人参与了嘛 里面像刘雨昕 白居易 张志和 他们这些人参与 就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 现在的流行歌曲 好像多首作品呢 很粗糙 很幼稚 那是因为诗人们没有参与嘛 如果诗人们要参与写词 写词的话 那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你老是那种 灵溪 还有什么 跟周建仁写歌的那个 方文山 你看这些人 这都是阅功 你看这些人写 怎么写得好呢 你看有些人写得好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这个写同桌的你的 同桌你那个作者叫什么 老狼吧 我跟你讲 那才是真正的好事 每一个读了大学的人 甚至读了中学的人 读到那个作品 听到那首歌 都为之感动 因为每个人都有同桌的你嘛 对不对 你从小学到大学 你多少个同桌的你啊 他能不失恋 他能不牵挂 他能不惆怅 是吧 那首先他是个很好的诗嘛 那很好的诗 再加上很好的曲子 所以还得流行呢 是吧 所以说 如果你们在座的同学 有志于成为一个文学家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写词 写歌词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课 下课